第五期限金馬獎最佳女主角 得獎的是陳湘琦 恭喜 掌聲熱烈一點吧 從老大黨李康生手中接下獎座 出道二十年的台灣演員陳湘琦 第三次入圍 終於奪下金馬最佳女主角獎 打敗龔力 康維和趙薇幾位大陸女星 把大獎留在台灣 我覺得我做到了 我把獎留在台灣 因為我愛台灣電影 我把獎留在台灣 謝謝大家 陳湘琦在電影回光奏鳴曲 精準演繹女性面臨空巢期 和更年期的複雜心境 演技被評審譽為 行雲流水 舉重若輕 經過三輪評審表決 票數壓過勁敵鞏俐 順利在基馬封後 陳湘琦感性表示 因為拍攝回光奏鳴曲 幫助自己走過人生低潮 對我來說 最難忘的應該就是 最後一場戲 就是拍攝影子 因為那場戲對我來說 我好像進入到一個狀態 不是一個表演 而是女子裡面 生命困境要去突破的那一瞬間 也跟我自己生命 要重新去面對那一度厚實的 打不開的門 同樣好像都連接在一起 最佳男主角 則由大陸硬笛子演員 陳建斌拿下 老人家 壓給你出來 你死 四十四歲的陳建斌 在電影《一個勺子》 演出土器的農村牧羊人 在巡人過程看遍複雜人心 演技精湛 詮釋到位 陳建斌表示 劇本是在演出 軍中樂園的旗艦構思 沒有宣傳拍攝過程保密到家 我們當時去那個 農村拍戲的時候 希望就是所有的外景 都通過這個偷拍的方式 能夠完成 所以不希望引起當地的這個 就是這個群眾的這個關注 我的處女座是 我跟兩個處女座的人 一起完成的 有一個就是我妻子就是處女座 王學斌也是處女座 我跟這兩個處女座的人 一起完成了 謝謝 陳建斌首度自導自演電影 《一個勺子》 就勇奪金馬影帝 和最佳新導演兩項大獎 另外也以國片《軍中樂園》 獲得最佳男配獎 創下金馬獎紀錄 堪稱個人獎項最大贏家 中央社記者張欣偉 吳嘉生 裴珍 台北報導